各位观众早晨,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发达广场直播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换了就是研究部的经理陈伟冲先生的旁边,Jason早晨 早晨 不如跟大家跟进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因为看到跌幅来说,在较早时份曾经都跌成50.5% 现在跌幅收窄,但也要跌成32点 最新报在1974点,今日低位见过1953点 护心三压指数下跌33点,暂时在2193点 深正城指下跌85点,在7771点 跟回外媒方面的情况 而加上内地股市,大家都说的是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疲弱的情况都拖累到股市的表现 特别的重头气,就是稍后时间 明天会公布最新的CPI和PPI的数字 如何预测呢?是否真的会很差呢? 是否一个小节跌定下来? 当然,经济数据一定的影响 始终看回对上的几个月 基本上由今年年初到现在 内地出的CPI虽然是比较低 暂时都没有一个通胀压力 但是看回PPI方面 都是一直保持在一个负增长的水平范围之内 意味着如果你说当出厂价格方面还是要跌 意味着大家都是很担心 就是说内地方面那些上游的企业 会不会都面临一个存货積压的问题 从而就导致很多的出厂价方面 都要减价才能够可以卖得出 这方面虽然你说短期里面 就不会说带动到整个社会的通胀上升 但是反而都只是在显示着 就说现在内地方面整体的原材料方面的存货 都还是很多 还有内地很多的上游企业都还是去存货的阶段 这个因素都会导致内地很多的生产企业方面 未来的生产活动都未必说可以加快得到 所以也可以连累其他的 包括PMI又或者是工业增加值等等这些数据 所以大家就不要有个错觉 觉得PPI是不是真的越低就越好 是不是跌幅越大就越好 绝对不是的 但是始终看近期的经济环境 我自己都相信明天出来的PPI的数据 都未必说真的可以扭转跌势 但是反而焦点就是看回究竟跌幅方面 可不可以有所收窄 这个数据我相信对市的影响都是挺大的 另外一方面你看回以一个资金流的角度来说 因为始终美国方面出的数据好的关系 大家都有个预期到第三季方面就开始退市了 退市方面就会令到大家对于美金的前景方面会看好些 当有个美元升值的预期下 亦都会令到很多环球性的资金 就由世界各地 特别就说有些亚太区的新兴市场方面 就回流过去美国那边 所以你看到就说美国出这些数据 令到退市预期升温 美股方面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 反而就会令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 包括中国方面 又或者与内地的相关性比较高的港股方面 都会有个明显的走尖压力 导致股票市场方面都不会做得太过好 好,谢谢Jason 既然说完数据方面的分析的话 看完就是技术走势 暂时有些什么位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技术走势来说 你看到它之前曾经上升2000点 在上乘指数方面 但是之前都说的 这一阵的反弹 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去配合 当你看到内地两市加上成交 上个星期平均每日 都是1500亿、1600亿左右 意味着这个动力绝对相对比较弱 所以如果你说今次再跌下来 我估计是有机会 可能要试回大概是1900点这些位置 你说未来再试多一次的低位 能不能够可以站得住 从而营造一个箱底的格局 令到后市可以看好一点 这一方面我觉得 都是有个机会在的 但是也要小心 因为你说这一阵跌下去 成交又再次增加 又或者看到连上次的底也守不住 大家的戒心方面 或者风险管理方面 相对要做好一点 谢谢Jason在内地股市方面的分析 之后跟大家谈谈一些过股的表现 发展了刑警的紫金矿业 表现真的一般 因为在国企成份股的跌幅来说 跌得最多第一位 跌的是超过9% 跌1.5%至1.4% 图表上都不是太明朗 前一两天来说 跟回市有个不错的秋星 但今天就回吐了 去到10天线水平左右 怎样看呢 就是出了个刑警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点内容 他们预料到公司未来半年 就会少赚4.5%至5.5% 有几个原因 第一 就是说到黄金和铜等等的金属价格 就出现 比起上一年来说 有个大幅的下跌 同时 金属价格的下跌 都导致他们产品的库存价值来说 就降低了 加上就是说回市 说到那些资管市场 令到他们拿着股票的价值来说 都有所下跌 等等不同的不利因素 都影响到紫金方面的表现 暂时怎样分析 刑警内容方面 可否和我们谈讨一下 刑警方面 今次点出了五个原因 刚刚你说了三个 另外那两个 就说的是 一个是开采成本的上升 还有一个是本身的金矿方面 产量下降 这些因素 都导致到 未来出的中期业势方面 都会有大幅的倒退 如果你说分析这些因素 我觉得又不是说 真的能够可以在短期之内 完全扭转过来 换言之 就是说今年上半年 面对这些利淡的因素 去到下半年 都还是有机会持续 包括就是说 金属价格的下跌 我相信之前都经常跟大家说 整个黄金的牛市 应该就叫做完结了 特别如果去到下半年 当联储局那方面 真的开始退市 大家对于下年 美国的息口 是有机会上升这个预期的话 我相信对于黄金的价格来说 都还是会有压力在那里 另外就是说 你说金属价格下跌 这个因素 就不是说 那么容易可以改变得到 至于你说 开彩成本的上升 和金礦方面的产量下跌 我相信 也都在近两三年 都不断在维持着 如果你说 它未来的开彩成本 都仍然是保持着高位 但是它那个产品的价格又要跌的话 那对无利率方面 都还是会有个压力在那里 另外就是说 你看到本身 它的资本市场下跌 也都说 导致它的持仓方面 有个很明显的 是价值降低的情况 那这方面 大家也都要小心 因为作为一间 就是叫资源类的公司 或者是金矿的公司 那你说 无端端他都因为市场的波动 而令到他手头上握住 股份说要跌的话 那其实都变相会被人感觉到 就说这间公司 会不会都做一些很投机性的炒索 那如果你说A股再要跌的话 那对于他手头上的持仓 需不需要做回更加大的撥比 那这些因素 我相信对股价来说 都仍然会有个压力在那里 好 暂时都没有什么运行 不如先分析一下 因为今天来说都跌得很急 除了他 还有100%招金供业 亦都跌超过半成这么多 如何部署债299方面的情况 这些股份 既然基本因素是这么弱 而且接下来一个黄金价格 仍然有个下跌空间的话 短期里面也好 或者中线里面也好 我都不建议大家这么快去买 所以你看到上个星期四 突然之间抽上来 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弹到20天线左右 都是有很大的阻力 你看到今天发了刑警之后 再滚下来 又连10天线都再次跌穿 意味着整个下跌浪 仍然未能改变得到 如果你说上一次的低位 1.3毛半都跌穿了 我相信它进一步下试的目标 继续是Jason在旁边 先听Jason说其他股份的表现 有东西想问 不妨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204-6566 我们稍后再聊